据华商报报道,第41届国际爱美奖于北京时间2013年10月8日公布提名名单,孙丽凭借后宫甄嬛传入围最佳女主角提名,消息传回中国,孙丽发微博表示,哇,这也太惊喜了吧。 蔡绍芬等演艺圈好友和广大粉丝都纷纷到喜,据悉11月颁奖当天,孙丽将亲自出席。 截止去年,曾有欧阳振华、李晨、朱音、萨仁娜等11位中国演员获得过国际爱美奖提名,但只有何林在2005年凭为奴隶的母亲最终获得国际爱美奖最佳女主角奖。 资深剧评人李星文昨日解释,何林当时获奖作品是一部电影,而《甄嬛传》作为长篇电视剧获得提名,无论是制作品质还是精神内涵,都代表中国当代电视剧的最高水平。 所以说美国人还是很识货的,娱乐九九掌理报道。